接着他翻看了只有掌门级别才能看的书籍 是龙虎山最核心的修行法门 叶绍阳一看就是两个小时 他如今已是上仙 对任何道家功法 只要看一遍就能分出优劣 龙虎山的这些核心功法 是绝对的道门最上乘的 尤其是福音术和炼丹术 绝对冠绝道门 之前叶绍阳跟张无声交手时 就惊异于他惊人的出手速度和千遍万化的不定符 如今找到了根源 反复看了几遍 再修炼了半天 融会贯通 结果就是如今没打出一张灵符 都比以前要快上一点 这一点大概是零点几秒 看上去没什么区别 但却是质的飞跃 玩过竞技游戏的都知道 很多时候就是这零点几秒的差距 决定了双方的生死 到叶绍阳这个地步 早就超越了死板的学习法术的阶段 他将这些记载功法的精卷都翻开了一遍 一边看一边推眼 不觉中就掌握了精髓 等把所有都看完 天都已经黑了 叶绍阳看了一下手机 居然是深夜十一点多了 连他自己也都吓了一条 不过 这几个小时的辛苦并没有白费 尤其是将龙虎山内门法术 与自己毛山法术对照之后 对于道门法术的了解 无形中就上了一个台阶 这一个台阶很难上的 但上去之后就真正的登峰造极了 他能确定 自己在道门法术上的造诣 差不多已经达到了最最精湛的地步 虽然修为还是老样子 但是战斗力却实实在在地提升了一个档次 会当灵绝顶 一览众山小 这大概是当上龙虎山长教最实际的好处了 同时也让叶绍阳找到了一个提升实力的新方向 他考虑着要不要研究一下佛门法术 再一次贯通 老大 你看上去更加精神了 是不是有可能收获 瓜瓜从窗台上飞了过来 落在他肩膀上 之前的几个小时 叶绍阳在看书练功的时候 他都在一边守着 倒不是怕人偷袭 而是杜绝任何人接近房门 打断他练功 完全进入状态的修炼 也算是一种开悟 一旦打断 再想重新找到感觉 就不容易了 感觉还可以 叶绍阳伸了个烂腰 这个时候肚子咕咕叫了起来 过去开门 发现曲波就站在门外 晚上外面起雾了 曲波大概是站久了 头发眉毛上全是水竹 叶绍阳有点不好意思 连忙请他进屋 问他什么事 有些事情要汇报 然后听瓜二爷说你在练功 我就不敢打扰 我就在门口等着呢 掌门师兄 你饿了吧 曲波一个电话过去 让人送饭菜过来 先询问了叶绍阳看书的收获 叶绍阳如实坦白 曲波听了之后 也十分的激动 一再祝贺 等饭菜上来 趁着叶绍阳吃饭 曲波把正事说了 他白天给各大门派的邮箱 发了邮件 也在各派外务负责人的 所在微信群里说了消息 将叶绍阳寄认龙虎山掌教之事 传达到了整个法术界 之后各大门派都发现祝贺 还在群里刷了十几个红包 大家都挺你 并且选你做了法术界的盟主 就是之前穆罕的位置 不过这次大家对你 都是心服口服的 叶绍阳听着倒是无所谓 这些虚名 早就不是他在乎的了 之前被大家非议 得不到认可 他就喜欢装逼 喜欢看到这些人忌妒 咬牙切齿 但是又干不掉自己的样子 但是现在不需要再装了 人间法术界被冲击的七零八岁 元气大伤 大家对他不服也不行了 尤其是被穆罕遮腾了最后一波之后 谁都累了 也都不想再折腾了 这些都是小事 今天还发生一些大事 很多门派的大佬都退位了 都把位置传给了二代弟子 啊 为什么 叶绍阳迟着返 反问了一句 大部分昨天都在龙虎山上 你也知道的 他们当时也都归属了星月奴 虽然是不得已 但事后都回去觉得没脸 连自己门人弟子都交代不过去 又听说你在龙虎山即位 干脆都退位了 让年轻人来仗望 跟着你一起战斗 说着 递上了一张纸 声称上面有他统计 各派门人的更迭信息 叶绍阳接过去一看 头一个就是慈心事态 他居然也退休了 将普陀山住持的位置 传给了一个叫做 聂元的弟子 叶绍阳看着名字 绝对是挺不好惹的 慈心事态退位 叶绍阳很是感慨的 猜测他其实是舍不得的 但昨晚谁的股东大伙 投降星月奴 但本来也是全权之计 但之后逍遥飞等人 死然殒命 在气节上 与他们这群人 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不要说 后面叶绍阳还斩去了 星月奴 他们更加尴尬 慈心事态 作为第一批投降的 又是六大门牌之一的高僧 估计也知道 自己如果不退位 肯定会被人骂死 干脆顺水推舟 把掌门之位浇了出去 再往下看 老山的紫雷子也退位了 正式传给了吴家伟 今天也举办了鸡尾大典 看到这一条 叶绍阳很是兴奋 为吴家伟高兴 下面还是好消息 五台山上 按照逍遥飞的一眼 传位给了四宝 这消息并不意外 当然也是好事 不过 叶绍阳想的是 这样一来 他还怎么取王续文呢 但随即又想到 四宝这种人 也不会谈恋权力的 肯定会有办法处理 也就放心了 峨眉山 因为静会师太原济 掌门之位 有一个叫做 李源源的接人 法名空名 李源源 这名字好熟悉啊 叶绍阳陡然想了起来 之前在峨眉山 见过这么一个姑娘 还是个美女 当时要自己带话 给盗锋来着 后来自己 把这事情给忘了 居然是他 叶绍阳默默地 记住了这个名字 打算之后见到道风 一定问问他 这姑娘是谁 别的不说 能当上峨眉山掌门的 一定都不会是普通人 九华山 世信无缘迹 方丈之位空缺 暂时由他生前的大弟子 陆瑟担任 也是个俗家弟子 如今取了个法名 叫空文 叶绍阳也见过他的 知道是一个 也跟自己差不多大的年轻人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